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来看看吧,于书欣、王鹤蒂还有白鹿三人一起做,这三位的颜值越看越好看! 谁跟谁同框一目了然,并且还有世纪大同框,《仙剑三》和《仙剑一》的主演都坐在一起呢? 真爷青回!白鹿这次的造型很温柔,完全不像是综艺里的模样! 于书欣的造型显得温柔,和王鹤蒂的黑色西装很搭,一下子就梦回两人主演的电视剧里了, 但观众还没走出两人在剧中的演绎,期待他们还有下一次合作! 台上于书欣和几位帅气的男演员一起合照,有王鹤蒂、吴磊、龚俊和胡歌, 这四位演员的颜值有目共睹,帅气又具备魅力,试问谁看了不心动! 合照上五个人笑得很灿烂,帅哥美女的同框甚是扬眼,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,赏心悦目! 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《仙剑》系列的主演的《世纪大同框》,掀起一波回忆! 胡歌、杨幂和刘诗诗三人的同框类木雅! 《仙剑3》过去了这么多年,三位主演虽然有的时候会出席同一场活动, 但很少看到他们做一起,真的太爱这场活动的工作人员了,太懂大家想要看什么! 《仙剑3》三位主演同框慢慢回忆,除此之外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杨颖和刘亦飞, 难怪是《世纪大同框》,就这个照片估计会掀起一波热度脸! 而且灵而逍遥的同框才真的也轻回啊! 刘亦飞最近可是凭着活动上的气质出圈,在微博之夜上的造型仍然好看,不亏是神仙姐姐! 刘亦飞和胡歌的同框一下就想起仙剑1,还记得灵喊着逍遥哥哥的画面! 如今两人同框一下就梦回灵和逍遥! 感谢您观看视频!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!